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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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影音視團主辦的The Magic Nova 邀請到國際級魔術師 狂健和牧師和他的團隊 在12月13日至15日 來到香港舉行四場幻術表演 他還會分享他和他女兒之間的 見證故事 真是未聽到先興奮 早前我們舉行了 The Magic Nova動員大會 邀牧師還來到香港 分享這個活動的異象 還有不夠兩個月 就是The Magic Nova 神奇聖誕大型魔術報道會 舉辦的日子 今次在亞洲國際博覽館 舉行的四場聚會 總共可以容納二萬四千人 影音視團當然要把握機會 推動全城參與 早前我們就舉辦了 The Magic Nova動員大會 希望來參與的朋友 了解更多The Magic Nova的內容 最重要的是可以一起推動 對嗎 其實在我們身邊 不要說了 在我家人 在我的朋友裡 有一些聽到 教會的報道會 已經卻步了 但我們希望今次做到的事 就是說 不論你是以往 對基督教信仰的態度 如何都好 但是今次 是有一個很國際性的魔術表演 就算你一向抗拒基督教信仰 都好 你都不妨去欣賞 這個國際性的魔術表演 其實很感恩 擴建同牧師是一位 很愛他的地方 國家的一個牧者 所以他也是 Love Singapore的推動人之一 他見到香港 其實近年有很多家庭的問題 甚至乎有很多家庭裡的需要 他很想透過來到香港 祝福我們香港的社會 帶來一個家庭復和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很希望透過這次 The Magic Nova 為了一個家庭一個家庭 這樣進場 他們能夠決志順主 能夠把很多家庭裡的結 透過主耶穌基督的愛 可以有一個復和、有一個改變 這次動員大會 國際級魔術師、擴建同牧師 也親身來到香港 和大家分享這次報道會的內容 不少得的 當然是即場示範魔術 慢慢的… 雖然是小小的示範 已經令到在場的觀眾拍攏手掌 在12月份 他還會表現一個 亞洲無人能破的圓房魔術 將女兒升到六米高 之後還會令她瞬間消失 而在報道聚會裡 他也會分享 和未婚懷孕女兒復和的見證 當家庭出問題 帶給很多成員一種絕望 為甚麼呢 因為傷害你的人是最親的人 那麼親的人都傷害你了 或者他對不起你了 或者他不了解你了 那你就好像沒有希望 在絕望當中 大家就吵出一些傻事 不單是外面的暴力 或者向內的暴力 甚至上了一些不同的印 來一種逃避 所以我覺得最基本的就是 要針對家庭 希望這個表演 和我和我女兒和家庭的見證 可以帶給大家一個鼓勵 這是我的期待 當日一群教育界 和雙腳的推動籌位 也來到動員大會 鼓勵大家把握這兩個月的時間 齊心推動 邀請更多人參與 The Magic Nova 我想我們過去的報道會 都很傳統 要是找見證 要是唱歌 要是有不同的別節目 但用一個這麼大型的魔術表演 是未曾試過的 所以是一個突破 但我們也很相信 這個突破 是會帶來了很好的果效 透過一個比較 沒有什麼障礙的情況 帶她進去福音 第一層就是這樣 第二層就是 她可以很明白地聽到 人們都很需要順利的光 順利的拯救 順利的真理 讓她在很接受的過程中 去聽福音 因為她在先前的頭節 看她曠牧師的表演的時候 她覺得很好,很有水準 她跟著再說這個福音的時候 那個說服率會比較強 當然我們也很感恩 一群創世電視的觀眾 來到現場支持我們 他們不單止即場購票 還答應在未來的宣傳活動裡 幫忙做義工 真是多謝你們 透過今天的簡介會 其實我們都很想 我們的福音能夠衝出 這個教會裡面 讓更多香港人來明白 我會帶剛才的單章回教會 和小組的組員大家去分享 然後也透過討告 還有我們會參與義工的服務 也會去商場協助宣傳 想買票的朋友 快點打電話去2209-6280 訂票吧 月早訂票位置會越好 接下來還有一連串的 The Magic Nova 大型魔術報道會的宣傳活動 現在我們在招募義工 希望你們都一起參與 在10月份 香港有不少主題公園和商場 都會以萬聖節為主題 用來吸引觀眾入場 有人覺得玩鬼、客人 好像是無雙大雅 但是不是真的這麼簡單呢 萬聖節特備節目 身防撒旦的利 便會替大家揭開萬聖節的唐衣包裝 靈界是甚麼?上帝有沒有創造魔鬼? 基督徒又應該怎樣看萬聖節? 未來美籍華裔科學家吳孫倫博士 便會為大家一一解答以上問題 幫助大家認清真相 以免落入魔鬼的圈圖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魔鬼要被囚禁在地獄 被火燒、被蟲咬 是永遠不能出來的 那有沒有可能有第二天魔鬼出現呢? 因為魔鬼之前是沒有魔鬼的 那之後會不會有呢? 答案就是不會 那為甚麼不會呢? 我很少這樣說話 如果沒有聖經去支持的話 你就當我亂說話 一定有聖經支持 那就全部是聖經說的 吳博士認為藉著創世電視的平台 可以將一些平時在教會中 很少說的題目和大家分享 他亦希望透過創世電視 讓大家知道 聖經怎麼看晚聖節 最重要是讓家長和小朋友們 每個年紀都明白 究竟晚聖節從哪裡來? 究竟聖經裡面怎麼說? 我想真理是比任何東西都重要 聖經說很多東西 但我們平時很少有人上廣台說這些 藉著影音視團的創世電視 就可以跟普羅大眾在研究究竟 我們在做甚麼 由吳孫倫博士主講的 《慎防撒旦的利》 每一年兩個星期天晚上10時播出 大家記得留意了 《慎防撒旦的利》 聽到分手這兩個字 又真的挺震撼的 怎樣才能好好分手 又不会对对方造成伤害 那就要看《人生热线急救手冊》了 今集《人生热线急救手冊》的嘉宾 齐齐讲一下失恋经历 和拍拖失败经验 还有好好恋爱学堂唐主任 道远霞教路 如何好好处理分手的伤痛 重新上楼 其实最难过的经验就是 有些弟兄姐妹走过来问我 这次分手你学到什么 我那一刻完全是呆了 不懂得怎么回答他 另一位嘉宾钟海盈车仔 也会坦诚分享以往拍拖的错误观念 和他分手经历 我以前也是一个坏人 又乱拍拖 然后乱开车的关系 然后结出关系 所以刚才分享的时候 也说了很多 我和以前的另一半 如何去结出关系 我以前是不健康的 虽然车仔 已经是幸福的太太 但他说 就算不用面对分手烦恋的朋友 也要看这个节目 虽然我结婚了 我又不会打算要分手或者性 但当中身边的朋友 或者教的弟兄姐妹 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我学会如何和他们 开解他们 如何深一步 去帮他们处理深入一点的问题 人生热线急救手冊 恋爱主题 最后一集 分手好吗 帮你策解恋爱陷阱 急救失恋伤口 如果你有感动奉献支持我们的福音制作 又或想知道多些创世电视的最新消息 欢迎你 咦 按这个网址 又或者打电话来 31086048 下集创世成功站 再和你见面 拜拜